大家好,我是方姐,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是周五,天气不好 我就听到外头声音很大,雨下了 然后我就想想看,也出不去 所以首先多睡一会儿 睡到十二点起着床 睡得久了就挺好的 因为前两天都没怎么睡好 因为要上班嘛 而且晚上我们睡觉 作息时间跟人家不一样 我们一般都是十二点多才能睡 我又不是那种导头就能着的那种人 像我老公就是 他的脑袋还没有落在枕头上的时候 在半空已经就睡着了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打呼噜 一打呼噜你说你能睡得着吗 震耳欲浓啊,真的是 今天天气真的很差劲 一下子我就闻到昨天晚上他吃的螺蛳粉那个味儿 大家吃过螺蛳粉都应该知道的 他的那种臭臭的那种味道 但是吃起来很香啊 就像榴莲一样的 臭豆腐我现在有点接受不了了 臭鲑鱼我也喜欢吃 榴莲我也喜欢吃 皮蛋也喜欢吃 大肠也喜欢吃 就是也是挺众口味道 我们家老公也差不多 他是臭豆腐 他说steam豆腐 shit 这什么怎么样的 他说啊这个不好 他接受不了 外国人 也不能跟咱中国人一样 别说他吃不惯中餐 就像他们德国的很多菜都吃不了 血肠他也不吃 猪肝肠他也不吃 不吃这个 不吃那个的 说起来他也挺挑食的 哎呀 等会儿要去家庭医生那边去 他说要我的医保卡带过去再刷一遍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说上一次好像没刷上啊 还是怎么的 上一次都是三四个月前呢 给我老公打了电话 所以让我去 星期三那天让我去 星期三我去打疫苗了嘛 回到家都已经很晚了 七点多半了 然后星期四我又上班 昨天又上班嘛 今天星期五 早上起不来 我下午去 他下午 这里的医生 真的是舒服的不对 他是下午四点钟才上班 你说厉不厉害 所以等会儿去 现在还得把昨天晚上 谁下来的螺蛳粉 再热一热啊 这个味啊还好有一个玻璃门 不然的话整栋房子都是这个味 很老 厉害了 昨天啊放了面条之后 剩下这么多 我老公他因为很晚十点钟才吃 所以他就说啊 我要吃的发胖的 他就吃了一百 一百五十克的面条 煮熟的面条啊 吃了就够了 我昨天回来 他还没做饭 他说我很忙 因为他今天这最近都很忙 忙得也不可开交 我说忙一点钟比闲的好 然后呢突然我发现 我家的那个黄瓜长得好大 大家家去看看 我这个在这边煮着啊 看这个花开的几乎都要开完了 我的这个花 玫瑰花它也开始开了 哎呀不错 还行 这个花是婆婆给的 它都要没了 这个花也行 看这个花 也不错啊 带大家 哎呀我这里都是花 哎呀赏心悦目的 这个花要开败掉了 这个开始开花了 这个也是 这个有的开完了之后 那剪刀给它剪了 这个也是 再看看我的这个花 草长得可旺盛了 一直下雨嘛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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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我的这个 哇我这个西红柿长得好大呀 看看我的这个黄瓜 一颗两颗三颗四颗五颗 是不是长得挺漂亮的 哎呀能接就行了 不然我白付出了 这个西红柿长得真大 好开心 看到他们长得大就好开心 看这个上次是我移栽过来的 活了 这个东西它就容易活 看长得还挺不错的 长大了 这个上次我也把它移栽过来 哎呦 这个我以为它死了呢 结果它 哎呀浴火重生了你这是 看 不错不错 也就喜欢这个花花草草的 哎呀这是女人的天性 现在我要吃螺蛳粉了 好烫啊 好烫啊 哎呦 烫死了 这个也这么烫 哈哈 直接直接把锅都端过来 出人一个 出人有出人的吃饭方法 因为吃面条 哎呀咱中国人斯文不起来呀 再说我不高兴再拿盆子了 直接就对着这个吃吧 好烫 嗯真烫 螺蛳粉好吃 就加这个味道就比较难散掉 通风了还是没有用 还是有点味 真的就是这个味道 其他的都还好 嗯好吃 看我的这个螺蛳粉要吃完了 端个盆喝 端个锅喝 嗯其实螺蛳粉汤也挺好喝的 刚才在吃面条的螺蛳粉的时候 给我女儿试了个瓶 我问她 她们现在开始中烤了 问她烤得怎么样 今天开始烤 明天也烤 后天和大后天都烤 今天烤了三门 她就跟我讲 她说她数学不好 然后呢她说老妈我尽力了 你说呢我也不能说啥 对吧 我就跟她讲了 我说你学的东西呢 知识都是你自己的 是别人带不走的 这个就是你的财富 对吧 就是你人一个人你长得再好看 对吧 你得要有墨水 是不是 我就跟她讲了 我说这是为了你以后的将来好 我说你在考试之前啊 你要不洗 就是你觉得哪些 哪门功课啊不好的话 那你就复习复习看一看 她说啊 我的数学不好 怎么的 她历史挺好的 嗯 然后我也没有逼着她 今天呢 她住在她大爷家里头 就是我前夫她哥哥家里头 她大娘放学了之后 都去开车去接她的 我说那还挺不错的 晚饭也在他们家吃的 还行 是不是啊 等我回国的时候 我要带点好东西 送给我这个 以前的大嫂 跟我关系还不错 以前关系不咋好 现在关系还行 感觉还行吧 因为 怎么能来说呢 她就觉得我女儿挺可怜的 没有妈妈在身边 怎么样的 她也跟我讲 她说给她 她做不出来的 不会把孩子丢在那里的 那谁又能理解我的苦呢 所以呀 我跟我女儿讲 我说等你到 我这里来了之后 我说妈妈天天做好吃的给你吃 我说带你到这玩 带你到那玩 我女儿喜欢玩滑板 我说滑板这里也有 很多小孩子滑板的 她说有没有滑板厂 我说有 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 等你来了 你要喜欢的话 那我们就找 带你去呗 她喜欢玩 我唯一一点的就是 滑滑板会磕的 去年的时候 把磕的手都疼了好几天 她喜欢玩那怎么办 我说你可以溜溜汉冰啊 之类的 其他的 我说要不要给你 抱一个补习班 学 学钢琴 或者画画班 她不喜欢 她说她喜欢 拉小提琴 我说拉小提琴 你要想学 那也给你抱一个 你学去呗 对吧 学了你不要以后 靠这个维生 这是一种兴趣爱好嘛 我们抱你喜欢的 不是说逼着你去 如果你不想去 也就不去 我就是这样子 也不指望她呢 大富大贵 只希望她开开心心的 也让她以后的将来 会为今天而感到骄傲 因为她今天的付出嘛 是不是 我想让她就是 因为她现在还小嘛 她不知道为以后的日子怎么样 所以我就作为母亲的 那你肯定 我也有的时候要告诉她一点 但也不能逼着她 逼着她的话 她童年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看她自己吧 现在就出发到家庭医生了 顺道再买点菜回来 我把这个瓶子都退过去 哎太多了 都不好放 还有好几个呢 放不了了 这个天气一会儿 阴一会儿 不知道会不会下雨 所以呢 我是怕冷的 我就穿一个小外套 出发咯 现在我骑到这个 真的是乡村大道 这是长蔬菜的地方 这边都是被草给包围了 这家人比较懒 应该拔拔草 给我是看不下去的 长的是沙拉 这边长的葱 洋葱吧 应该是 洋葱和大蒜 他们这里不吃蒜苔 还挺白掐的 然后还有这个西青根那个东西 这里的花 这里的野花 这其实就是大烟 那种野的大烟果 还挺漂亮的 有房子的 花店里有卖这样的种子 我的家庭医生就在前面那个房子里边 那边是我以前住的地方 从去年搬家了 其实我可以把家庭医生换了 但是呢 习惯了我就高兴换 骑自行车半小时也就到了 所以没换 已经好了 就是我有一张单子 因为医生没给我回信 我就以为他没开好 所以今天过来 他说你刷一下 你有一张单子 但是要就是来到医院 处方单 要到药店去买药的 我不是有假亢吗 然后呢 医生呢 他就要签字 不签字是拿不到药的 所以呢 他说好了 他说马上好 他说你随便找个地方坐一下 我走到外面来 妻子应该起得我热死了 嘿嘿 马上就好 大家看我们的医生 其实以前离我家很近的 这个花挺漂亮的 这个树 那他这里也有一个 少要花应该是 他比较喜欢石头 在家里头烧一下 各种各样的石头 看 里头很近 前面就是滴的 那边是花便 我以前就住这边上去 药店旁边拐弯上去就是了 我的处方单拿到了 但是我又跟医生讲一下 约了一个下个 7月6号 星期二嘛 我说我要测试 测试一下我的血液 还有就是做个地操 把脖子这里就是假抗 看一看他降了多少 还有多少 我心里要有一个数 还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检查的 他说 他说那你星期二过来吧 本来说是2号的 星期五那天 我没时间 因为那天 我从 跟我老公两个 从我婆婆家刚过来 那天上午是没时间的 他都要早上检查 要抽血嘛 所以呢 8点半 8点半好早哦 好了 现在去买菜 天气又变了 你看这天 就怕凝晨落塘机回家 那真的是要感冒怎么办呢 是不是啊 所以出门的时候 一定要看天气预报 不过在欧洲 这个天气预报里 看了也没用 它是山里头 它这个天气 夏天啊 雷震雨 一震一震的 一看了也没用 真的 最好是 最好是带把伞 今天又买到这个 西班牙的这种虾 估计是昨天刚上的 今天还是还有 我就不知道明后天 就有没有 看这个虾 很大吧 吃吧 今天晚上吃山文鱼 现在就回家 不知道有没有下雨 刚买好菜 在想的怎么那个呢 我等会给你发那个图片 你赶紧也到那边去买 就买这种虾 西班牙的这个虾 挺好的 妈呀 我一转头 我们现在猫在这等着呢 OK 顺一顺一顺 来 玩一玩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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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好 有有有 你吃饭 我吃饭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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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刚买的 今天刚买的 怎么养 养的那个 还好好叫 吃吧 吃吧 走了走了 又准备晚饭了 三文鱼 然后呢 今天准备的素菜有 花菜 辣椒 还有 豌豆 三个够了 三个够了啊 现在开始煎三文鱼 这个菜啊 第一次放过来煎 就这么个样子吧 你看这个火太旺了 它糊了一点点 不过还没有全糊 就那么一点点 煎鱼 煎鱼 慢慢煎 现在又翻开一面 撒点盐 胡椒粉 胡椒粉要磨 所以就不能拍视频 要这样做完 算不了 哈哈 现在的三文鱼煎得怎么样 感觉不错吧 我把那一面 撤过来 以前两边都煎得很 金黄色的 看 那边给大家看看 是个金黄色的 看 是吧 不错吧 如果你们喜欢那一点的话 就煎的时间短一点 我喜欢呢 给它煎时间长一点 但是也不能太长 太长就不好吃了 吃饭了 看 三文鱼煎好了 老公给它两个最漂亮 是不是很不错 我也觉得很不错 这是我们的晚饭 还有啤酒没上来了 马上上来 明以食为天嘛 自己吃好了才身体好 对不对 什么东西都是从嘴巴吃下去的 你说你光要苗条 你啥也不吃 你怎么有个好身体呢 光锻炼 锻炼 用消耗什么来呀 那肯定是要吃进去的呀 吃进去的东西 你才能有的消耗出去 啤酒 就好了 这个啤酒是最后一瓶的 是我喝的最贵的啤酒 来这个 刚才又煎了一下 感觉 就这么腻味 反正就脆脆的 Good Appetit Good Appetit Good Appetit 我刚吃脆脆的 我都流口嘴了 吃吧吃吧 看我的这个三文鱼 还不错啊 我觉得还行 挺不错的呢 加上一瓶酒 哈哈 我老公吃三文鱼老说 你怎么把握好这个肚的呀 我说这个三文鱼是最好做的啊 很好做 闭着眼睛做都行 真的 喜欢吃就是好 能吃是福啊 其实三文鱼它的热量还挺大的 但是它都是 我说鱼油嘛 加上鱼油嘛 加上鱼米加三比较多一点 还是属于健康类的 其实也可以蒸 下次我弄一个辣的 像泰国菜的那种 也可以放锅里头炖的 带汤的那种 也可以的 就是有咖喱 红咖喱嘛 那种也不错 我老公吃着吃着 我说这个小辣椒也挺好吃的 就是专门烧烤用的 我说吃啊 这不够 买了一包 我用了一半 我就怕多了吃不了 想吃吗 很想 想吃就来呀 我做给你们吃 太简单 就煎的时候啊 锅上有油 那怕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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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荷兰豆其实 我们叫豌豆嘛 今天吃饭 哎呦 晚上八点 喝酒 我喜欢喝 带有酒精的 我不喝 没有酒精的 嗯 喝咖啡 有的人现在流行一种 就是无咖啡因的 那我也不要喝 虽然我喝咖啡很少 还有一个就是 啊 素食的那种 就是啊 那种我也不喜欢 就是全素的 还有还有有的人 就是吃东西啊 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我是无所谓的 你可以跟我坐下一起喝酒 你可以喝 嗯 没有酒精的 但是我一定要喝 有酒精的 因为我觉得 一个东西啊 没有酒精的话 我白花这个钱了 还有一点就是 嗯 还有德国他们有那种 就是 哈的了 那种我也不要喝 我觉得 一半是水的 饮料的那种 我不要 我去餐厅 一般我不会点饮料喝 我觉得饮料不值那个钱 我比较抠门 我觉得啤酒 它值那个钱 因为我喝不了 可以给我老公喝 哈哈 好不好吃 你饭做的 很好吃 我饭做的很好吃啊 真的 谢谢 不客气 多睡点 今天星期有活吗 你也不喜欢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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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这个 我老公不吃这个 他觉得肥的 这层肌,对吗? 对,我可以吃 为什么? 因为汤泡,但你喝酒也有汤泡,为什么你选择那种? 只是一点点 只是一点点,妈呀,这人就借口 晚饭吃好了,又得要干活了 趁今天是星期五,我们要把这个装起来 我老公把这个装起来,还有这个装起来,我们就好了 把这个装好了,给大家看看这是什么 我的芝芝花又开了 香气扑鼻呀 好了,今天视频到这儿,祝大家周末愉快 晚安,明天咱们再见 那现在就是弄这个,这个鞋柜,铺在地上了